上期视频我们聊到东汉的十一位帝王 从汉高祖刘邦47岁开始创业 到往往最终篡汉成功 这期间汉朝涌现出不少能力优秀的帝王 同时也有命运坎坷的幼年皇帝 本期让我们话接上回 巴一巴东汉的历史进程 东汉朝共传八世 十四帝国座195年 与西汉统称两汉 由汉高祖刘邦九十孙 卫免之子刘秀与他哥留营起兵于南洋 经过长达十二年的东汉统一战争 终于再续大汉天下传奇 汉朝第十二位皇帝 汉光武帝刘秀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近乎完美的帝王 不但可以擒牛打天下 更是一位成语大王 他一生独创的成语流传至今 置之度外 推心置腹 披荆斩棘 乐此不疲 得拢望鼠 插强人意 还有好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 刘秀能文能武 人长得帅 又有大智慧 能打仗 运气还好到报表 手下云台二十八将 随便挑几个出来穿越到其他朝代 都是大咖巨星的存在 而且这二十八位开国功臣 全部得到了善终 话说当年西汉朝政日益衰败 往往成功篡汉 建立了新朝 然后推行的改革盲目复古 不切实际 触动了豪强和平民的利益 于是 以赤梅 陆林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戒干而起 海内分崩 天下大乱 刘秀他哥刘颖和南洋的诸多子弟趁乱起兵 刘秀之后也加入了副高祖之夜 定万事之秋的启事 史称刘秀兄弟的兵马为冲林军 第二年 宗氏刘璇被陆林军拥立为帝 剑园耕史 视为耕史帝 刘颖被封为大司徒 刘秀则受封为太长偏江军 随后往往前王毅和王巡发兵四十二晚 扑向昆阳和婉成 也不知道刘秀打仗的功夫是跟谁学的 只要刘秀去了 就没有摆不平的战士 要疯了疯 要雨来雨 甚至连陨石都不在话下 昆阳之战 刘秀以万余人打垮了往往的四十二万大军 外加各种猛兽 搞得刘秀都被史书给妖魔化了 当然这个四十二万的数字 肯定是夸张手法 我估计当时昆阳城下往往大军 至少几万还是有的 同年九月 陆林军攻入长安 往往死于混战之中 新潮就此覆灭 之后刘颖因威名日盛 遭到刘璇等人的猜忌 惨遭杀害 刘秀强忍悲伤 韬光养晦 为了不引起耕屎地的猜忌 避免自己遭受哥哥一样的下场 刘秀主动返回婉成 向刘璇谢罪 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不久后受封武姓侯 并迎娶了新野豪文千金 殷利华 之后出府河北 单集入敌营 降服数十万铜马大军 世人称他为铜马帝 美女明明是争相投靠 公元25年 刘秀在号称称帝 沿用国号汉 世卫汉氏族光武皇帝 史称后汉 东汉 随后扫平关中 收取关东 贫富隆兮 攻略川树 12年后 大汉天下再次一统 在魏32年 开创了光武中心时代 享年62岁 伟人评价他是最有学问 最会打仗 最会用人的皇帝 这位皇帝一生实在太顺利了 天选之子 君臣之间又没什么冲突 后宫有名字的也就只有三位嫔妃 所以电视剧也不太好拍 最多拍成穿越帝王对决魏面法式 其实刘秀的立国之本 是得到了北伐豪强的支持 刘秀登位后 这些权贵也相应得到了特权 所以刘秀也是士大夫们称颂最多的皇帝 汉朝第十三位皇帝 汉明帝刘庄 他是汉朝最勤政的皇帝 曾经因为一个梦 把佛教引入了中国 他是刘秀的第四个儿子 生母是刘秀一生挚爱的英丽华 他从小就很聪明 在十岁就通晓春秋 十四岁被封为东海王 刘秀很喜欢这个神通儿子 从小就把他带在身边 后来皇后郭盛通被废 太子刘强主动让位 刘庄赴慈子孝 于是很顺利地继承了储君之位 公元57年 光武帝刘秀驾崩 刘庄继位 视为汉明帝 刘庄继续奉行光武帝的政策 一生认真治理国家 严于日己 整治朝纲 开疆阔土 公元73年 74年 连续击败匈奴 派班超领36人纵横西域 复制西域都户 失联65年的西域地区 再次入供 队内大力兴修农田水利 指派王景和王武岭兵族数十万人 治理黄河水患 驻地后的黄河 直到东汉末年 也都没有出现绝口 明帝一朝 竟与富饶 五谷丰族 人口成位数增长 到了40岁时 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一高大的金人 头顶上放射白光 降临在宫殿的中央 之后腾起凌空 向西方飞去 第二天朝会时 有大臣说那可能是西域的佛陀 明帝马上跟上话题说 西域有神 其名曰佛陀 于是名正言顺的派世者 赴天诸国求经 佛教字字正式引入中国 公元68年 开建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 白马寺 这是一位跟清朝雍正一样 秦正的皇帝 两人的做事风格也都非常的相似 地性贬察 在魏18年 开创了明章之志的盛局 魏之后汉河第十七的鼎盛 变定了基础 中年48岁 汉朝帝是四位皇帝 汉张帝刘达 这是一位宽厚大方的皇帝 他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个儿子 三岁的时候就被立为皇太子 19岁登大位 内政上基本延续前代人的制度 可惜好几次想要变革 都受制于世家大族 对外军事上也没什么特别大的行动 只有一次救援被困手输了成了耿宫 完成了十三将士龟玉门的传奇故事 他对历史的贡献 基本集中于文化方面 他的草书非常有名 后世流行的张草 据说就是由于刘达的爱好 而形成的一种书体 另外 这是一位跟舅舅很亲的皇帝 在位期间一直惦记着给他几个舅舅封侯 想扶持外戚对抗世家大族 他放弃了光武帝的后妃之家 不得封侯与政的规定 他大封外戚 刚登基第二年 张帝就要封绝他的舅舅 结果遭到马太后的反对 建出三年 厉贵人斗属为皇后 又开始大家自觉 朝堂两大外戚 斗属和马氏的势力日益壮大 从此外戚这股权势 登上了东汉的政治舞台 在位十三年后张帝驾崩 中年三十三岁 此后斗太后掌权 斗家势力更加猖狂了 汉朝第十五位皇帝 汉和帝刘赵 这是一位少年老成的皇帝 他是汉章帝的第四子 生母为梁贵人 后来梁贵人被斗皇后诬陷 忧郁而死 刘赵便过继给斗皇后为继子 势如己子 随后皇太子刘庆被斗皇后诬陷被废 遂改立刘赵为皇太子 汉章帝驾崩后 十年十岁的刘赵登基 斗太后临朝称治 斗是为了维护专权 把哥哥斗县提升为适中 掌管朝廷机密 弟弟斗赌人虎分钟郎将 弟弟斗井和斗桓军任中尝试 整个国家的政治中枢 都由斗家掌控 斗县兄弟掌握大权 刘赵甚至连与陈辽都无法亲身接近 结果没想到十四岁的刘赵 竟然联合宦官设计 一举扫灭了斗士外妻 成功夺回政权 斗县 斗独 斗井三兄弟全部被逼自杀 斗士家族全部被免关 斗太后被软禁 不得参与政事 此后刘赵开始清政 每日临朝听政 深夜批阅奏章 从不荒代政事 东汉王朝在光武中心和明章之志的基础上 开创了永元之龙 户籍人口达到五千多万人 东汉国力达到鼎盛 但可惜的是 宦官干政也从此开始 更让人惋惜的是 刘赵的一年早逝 十年二十七岁就粗然病逝 出生仅一百余日的儿子刘龙 被抱上皇位 是位汉朝第十六位皇帝汉商帝 刘龙即位 皇太后邓随临朝称治 结果刘龙还没满周岁就夭折了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 二十五岁的皇太后邓随 成为东汉朝的实际最高掌权人 随后邓太后和他的哥哥邓智 不住废太子流行之子 年仅十三岁的刘虎登上皇位 他就是汉朝第十七位皇帝 汉安帝刘虎 所幸邓氏一族子邓宇时 便告诫族人遵守法度 不得善权 邓氏作为德氏的外戚集团 行事格外小心谨慎 奉公守法 勤劳王室 邓太后听政的十五年期间 度过了水汉十年的艰难局面 对外镇压了西枪之乱 虽不得已丢了西域 但仍不失为一名优秀的女政治家 但即使如此 皇权和外戚势力的矛盾依然尖锐 东汉王朝的国运 也由此开始走下坡路 邓太后去世后 刘虎清政 她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宦官除掉了邓氏外戚 低调行事的邓制 结果还是免不了无罪被害 皇帝雷斧百姓受苦 汉安帝登基的第一年 就有十八个郡国发生了地震 四十一个郡国发生了水灾 二十八个郡国受风暴和冰雹的袭击 邓太后去世第三年 也就是公元一百二十四年 京城和二十三个郡国 相继发生了地震 三十六个郡国洪水泛滥 百姓困苦不堪 清政五年后 一次南下到张陵祭祀活动 突患疾病 身体时冷时热 改到回京后 不久就驾风了 中年三十二岁 从症状看来 汉安帝当时应该是得了虐籍 虽在为二十年 但前十五年都是邓随林朝称制 真正清政的最后五年 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 扶持炎姬氏族外妻 连颜皇后七八岁的侄子也被委以重任 外妻与宦官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东汉的朝廷更是无烟瘴气 之后的几位皇帝 要么短命 要么颓废到外妻宦官当权 汉安帝驾风后 太后颜姬把持国政 在外妻严险的支持下 刘护的堂帝 年仅十岁的刘义即位 他就是汉朝第十八位皇帝 汉少帝刘义 这又是一位短命的皇帝 在位仅仅二百零六天 就归西了 七剑外妻和宦官不停争斗 严险兄弟把持朝政 独揽大权 开始诛杀汉安帝时的得宠宦官 刘义去世 太后颜姬一步发丧 宦官孙成等十九人拥立新帝 反杀了外妻严氏兄弟 以及宦官将军等 随后 第十九位皇帝 汉顺帝刘宝登基 刘宝是刘护的长子 六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 之后又被废除 十一岁被抬上皇位 这小子对宦官倒是不错 十九个宦官全部被封侯 而且还把所有大权都给了宦官 导致宦官又与外妻粮食勾结起来 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粮食专权 东汉的政治更加腐败不堪了 在位十九年 当了十九年的傀儡 之后离其死在宫中 十年三十岁 刘宝死后 其年仅一岁的儿子刘炳继位为帝 他就是第二十位皇帝 汉重帝刘炳 皇后粮难成了皇太后 东汉又是一轮太后临朝称治 可惜刘炳活到两岁就驾崩了 东汉的皇帝不知道受了什么诅咒 一个比一个短命 刘炳腰折后 梁太后与他哥梁继永厉年仅八岁的刘炳维帝 是位汉治帝 结果这第二十一位皇帝 在位仅仅一年时间 就被外戚梁继给堵死在宫中 十年九岁 随后梁继又挑选了一位十五岁的刘治继位 第二十二位皇帝 汉桓帝刘治 梁太后仍然是临朝听政 梁继仍是残暴强权 不服就杀的地步 但这个刘治不像前几位皇帝那么拉垮 他选择忍辱负重 结果硬是忍了十三年 熬死了太后和皇后 等到后宫没有梁继的眼线了 于是刘治便开始下手了 公元一百五十九年 刘治借口上厕所 与五个宦官私下密谋除奸 随后以刘治的名义 招来私利效尉张彪 以谋反的罪名 突然围攻梁继的大江军府 梁继兵败后 和妻子被迫一起自杀了 其他梁继外戚数十人全部被处决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天时间 梁继外戚集团被一网打尽 下手文准狠 东汉朝官几乎一空 随后那五名宦官全部同日封侯 史称武侯 但不久后 宦官又与儒家士大夫们起了冲突 各地方官擅自诛杀宦官引发了党部之祸 汉皇帝为平衡宦官和士大夫的势力 随后下诏赦免了天下党人 但却是终生禁过他们 可能是被压抑了十几年 大权突然在我之后开始有些任性了 一位如此有手段的皇帝 收回权力后 却开始放飞自我了 后宫除了三宫的嫔妃 还拥有宫女六千余人 在玩弄女性方面 大大超越了之前的帝王 但寿命却依然跟他的祖辈一样 只活了三十六岁就驾崩了 留下了一个奢侈腐败的朝政 以及基本快枯竭的婆库 第二十三位皇帝 汉灵帝刘洪 因环帝无私而崩 皇后斗妙临朝问证 其父斗武定策十一岁的刘洪继位 是位汉灵帝 此时东汉已是一个日落西山的帝国 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 斗武依赖太府陈凡主持朝政 而陈凡大量启用在第一次党固之祸时受处罚的世人 于是他们便开始密谋铲除宦官 结果事情泄露 众宦官们提前发动政变 斗武和陈凡等人均被灭族 斗太后也被软禁 此后朝廷开始施行党固及宦官政治 财政没钱了 灵帝便开始卖官御决 卖官所得收入皆用于西元的建设 做皇帝的都开始捞钱了 那么这个王朝也基本快要隔屁了 他在为21年时间 虽有些政治手段游走于三股势力之间 但朝野的腐坏已是不堪入目了 民间封烟四起 太平道张角发动黄金起义 周骏失守 朝廷震动 民不聊生 为了镇压民变 不得不将权力下放给地方 各地军阀又起兵叛乱 在为21年 贪图享乐 结果只活到32岁就归西了 到死都没有立太子 临帝驾崩后 大将军何晋的外甥 十年十三岁的流变顺利登位 何太后临朝称治 这便是第24位皇帝 汉后少帝流变 他即位后不久 他舅舅何晋就与内庭宦官集团进行火兵 欲将宦官们全部诛杀 于是在元少的建议下 赵兵周穆董卓带兵入京 助他一臂之力 结果董卓还没到来 何晋就被宦官提前下手死于宫中 何晋的属下吴匡 张张 袁树等得知何晋被杀 欲带兵入后宫杀进宦官 宦官们在后宫坚持不住 于是领着小皇帝出逃 后来回宫后又被前来秦王的董卓所控制了 董卓废除流变为红农王 改立流邪为帝 是位汉宪帝 半年后 流变与何太后皆被毒杀 这位可怜的小皇帝 仅仅当了五个月的皇帝 就享年14岁了 第25位皇帝 汉宪帝流邪 董卓进京之后 天下开始进入风云激荡的时期 这段历史大家都非常了解 我就不多废话了 这个末代皇帝 先是被董卓控制 后又被曹操挟持 公元220年 汉宪帝在曹丕的挟迫下善位 想过195年的东汉王朝正式灭亡 如果当年曹丕把汉宪帝送去属中 真不知道那个大尔贼会是高兴 还是该发愁 这个末代皇帝 当了31年的傀儡 享年54岁 当年曹丕没有杀汉宪帝 然而全天下的人都说他杀了 要知道汉宪帝可是东汉朝寿命第二场的皇帝 东汉一共14位皇帝 活过60岁的 只有刘秀一人 其次汉宪帝 活过50岁 再其次 就是汉明帝 活过40岁 剩下的全是短命鬼 看来皇帝是个高危职业 对了 标题所述的两汉23帝 是除去了东汉不被承认的刘义 和刘汴朗少帝的叫法 这只是一家之言 不惜物喷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